老师好 这位妈妈好 您像从厨房刚走出来一样 请您做下自我介绍 我叫梅红莲 来自山东 人家都喜欢叫我葵花姐 葵花姐 对 葵花姐 你练武功的 我不会练武功 那怎么有葵花宝典 我们想起葵花姐 我是炒葵瓜子 炒瓜子的 对 那您要知道 我们这个电视台啊 是有规矩的 但凡出现品牌名字 那都算是植入广告 我今天就是来拍广告 请摄像师妹都照我脸下啊 这么干脆啊 那你要知道 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做广告 你得有才艺 您的才艺怎么样 过硬吗 那我听听吧 我都给你带来一首歌 先唱歌吧 什么名字 就是 想听再见五百年 开始 我都给你带来一首歌 我都给你带来一首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情不必念赴一念 做人有骨有铁 善歌奋卡两波 都为梦中的明天 安途正正 阿天为何伤 我站在风筹浪尖 心握住 日温旋转 远远多人间 安途太平美满 我真的爱 想再活五百年 我真的爱 想再活五百年 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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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顾客买我的瓜子 多少买一点 三块五块 十块八块 多少买一点 当买门票了 那您今天来的目的 愿望 我今天来到妈妈咪啊 我就是 宣传一下我的瓜子 我瓜子很香 再一来呢 就是想通过妈妈咪的舞台 赚一份额外的收入 周末啊 比方人找我去唱歌啊 可多收入一点 帮衬我的家庭 孩子多大了 我两个孩子 大的十五了 二的也就十岁 就是负担很长大 都在读书 我爸跟我妈就是个农民 从小到大 把我和我弟养大 非常不容易 我爸呢 现在前几年 为了救我弟的孩子 就是过马路出车祸 已经去世了 我妈呢 自从我爸去世之后 精神非常的低落 然后得了病重 就重病了 就是她不时的花钱 她希望把这个钱 留给孩子们去读书 她得补贴家用 作为女儿 我就想多赚一点钱 累我也不怕累 苦也不怕苦 只要能多挣点钱 把我这个家庭负担起来 你看我这一身都是劲儿 不管多苦多累 我都能承受 我想我得要把我妈的病 一定要给她治好 我赚更多的钱 一定要让她去做手术 我想通过妈妈咪的舞台 您刚才的表现 这些事情是慢慢会实现的 而且你唱得确实好 别人不会因为指你同情 而让你去唱歌 因为你确实有实力 所以说下次再回来的时候 充分展示你的实力 在这个妈咪咪舞台 让更多的人认识你 我相信将来你通过唱歌 也能帮你加 多挣点钱 补贴一些家用 会的 那您的店开在哪儿呢 至少人家到重庆以后 都得去吃你把瓜子 在重庆 武龙 以后大家要到重庆 武龙到我店里买瓜子 免费 刚才想做好生意 大家免费 那不亏钱吗 我就是现场的观众 到我店里买 可以免费品尝 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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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的 苏星老师 你这个绝对应该可以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好讲 我们本来真的以为 你只是来打打广告 虽然自己的生意而已 想不到是带着一生的绝技过来 是有实力的 真的是有实力 这个广告打得太对了 没错 不只是说 只是说嗓人很大 实际上你唱歌 它那个高低轻重 那种气息的掌握 可能我们都怀疑 你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了 我自己训练的 自己训练了 自己学成的 这个真的蛮了不起 这个表态其实是 已经毫无疑问 非常的简单 通过 谢谢老师 通过 谢谢老师 恭喜你 谢谢陈伦老师 谢谢 谢谢 让我们邀请下一位妈妈 大家好 三位老师好 远方来的朋友 您这一笑我又晕了 请问您从哪里来 我叫杜美云 我来自山东 山东 没有您这号的吧 我感觉 您出生在哪里呢 在俄罗斯 杜美云你多大了 三十岁 我宝宝两岁 宝宝两岁了 对 那今天来到妈妈咪亚 杜女士 您有什么愿望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美丽的神话 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您这美丽的神话 谢谢 开始你的表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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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落本在吹动 终于再将你揉入怀中 两颗心颤抖 相信我 不变得真心 千年等待有我战斗 无论经过多少的寒冬 我绝不放手 以前那一所浓潮过 眼睛看着我们的爱人 看着我们的爱人 看着我们的爱人 我们的爱人 可怕算内容 所有爱的脉都不得算内容 让爱成为你我心中 那永远深海的花 不理所住黑的名字 一起离马内容 唯有真爱追随你我 穿越无尽时空 所有沙的海的马都 目的算内容 爱是我心中唯一 不变美丽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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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颜与环杀心胸 永远弹梦 哦 羞耻宝贱身体 退下我便是英雄 来去匆匆不知为了给你痛 天生心胸 天生心胸里 我和你 胸心起天下何时会残过 相当分开这时空 只要我不敢去做 哪怕你唱我又做 谁的发现谁失望着 到最后给我一个 马上来了 谢谢 这是我的老公叫杜勇 也是俄罗斯的 那这是你们的 这是我们的包包 叫杜伟龙 杜伟龙 过来过来 安静一会儿啊 他表演不够 可能是 伟龙会说中文吗 杜伟龙 杜伟龙 我叫杜伟龙龙的 杜伟龙是在中国出生的 也可以这么说 我们一直在中国 然后快生的时候回家了 生完孩子才回来 才两个月的回来了 从两个月一直在这儿 那杜先生原来应该您不姓杜的 对吗 对 为什么您要取杜这个姓 我们的俄罗斯姓很长 一般中国人可能觉得说出来有点麻烦 我们的俄罗斯的姓叫杜古雪夫 就是第一个词 我们有的第一个词 杜古雪夫 对 本来还以为杜美云是应该嫁给一个姓杜的中国先生 哪知道上来是一个原版的俄罗斯猛男 对 他是俄罗斯人 但是他的姓就是中国的 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 我们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也是 与中国有关系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对 全部是我们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这两套 对 你们俩是裁缝不是吧 不是 因为这演出服不是那么好做的 做得这么好 我十几年研究中国的兵法 就是这些盔甲 中国的古代的兵器 然后我做了三套盔甲 这个第三套盔甲我觉得最满意 做得很好 而且那个 哇 那杜先生什么时候对中国开始有兴趣 我最早的最深刻的印象是 我小的时候五六岁 然后我妈妈家里买了一个中国的吃的肉的那个管头 然后吃光了以后 他就把这个盒子留下来 因为这个盒子上面有中国的王力厂城 我觉得特别神秘的地方 到了八岁的时候 我上了一个无数学校 然后 对 然后我们的教练跟我们介绍中国的文化 还有 跟我们看了好多电影 功夫片 李小龙 郑子弹 成龙 我从那时候就觉得 这是我的 我就开始研究差不多 在当兵的时候 我每次都就是看这些中国的书或者是电影什么的 我的同事都是给我去了中国外号 什么外号 孔子 那您的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的 我们六年前来的时候就我自己学的 怎么想到来中国 我的梦想 对 这都是他的梦想 我一直陪他 你们俩在俄罗斯认识的是吧 对 在俄罗斯结婚的 对 结婚了以后 跟他的梦想你也跟得到中国来了 对对对 我们认识的时候 他给我介绍特别多的中国的文化历史 三国演艺 还有雪鸡 很感兴趣 然后后来我也很喜欢中国了 你们现在定居在山东了吗 对 但你们靠什么为生呢 在中国怎么生活呢 我是叫小孩子跆拳道 跆拳道 对 我以前是独皮肤教练 啊 教独皮肤 现在跟孩子没发工作 会做中国饭吗 中国饭菜会做吗 会一点点 会一点点 对 包饺子 我们俄罗斯也包饺子 也包饺子 对对对 但平时在家做饭是他做呢还是你做呢 我 你做饭 真的啊 我们俄罗斯男的不会做饭 俄罗斯男的不会做饭呢 对 准备在中国待多久 就是不想回来了俄罗斯就想在这儿 特别喜欢中国啊 越就越好 很喜欢在这儿 啊哎呦真难得哈 一对俄罗斯夫妻有这么一个炽热的中国心啊 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都是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热爱 情感的对 像这个妈妈啊 你看她说话的时候 我觉得她有时候比中国女人更更中国女人了 她说话的时候呢 那个不时的那个下巴都这样 谢谢 横棋破墨的这样点一点 然后眼神就会这样挑着挑着 嘴唇就抿着抿着 这个这个 这个是很中很东方很中国的 我想到来妈妈咪啊 特别喜欢你们的节目 特别想上这个舞台 其实我也鼓励她来参加这个节目 因为今天我想给我的爱人在这个舞台说感谢 我特别喜欢中国 她爱我所以说一直陪我来中国 我们就是中备去中国的时候 她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特别感动 她说了是老公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我跟你去 就中国有一句话 借鸡随鸡 借狗随狗 我非常感谢你 我的爱人 那如果下次的话 我们再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见到你们的话 会给我们表演什么样的节目呢 因为今天服装也展示了 有可能老公吹着歹子的乐器 呼噜丝 我特别喜欢呼噜丝 她吹着葫芦丝迫不及待 哇 谢谢老师 谢谢 我觉得他们这么热爱中国文化 我们当然也要热爱他们 所以今天这个组合 特别是这么漂亮的组合 来来来看这里 看这里 来 通过 耶 耶 谢谢 所以说希望你们在中国过得幸福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恭喜杜美媛 下次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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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谢谢 贝英美爱家 为妈妈的爱加分 名音乐收看的是 由贝英美独家広民播出的 贝英美 妈妈咪亚 大型女性力智节目 讓我們有請下一位媽媽 三位老師好 我叫做蔡依林 來自台灣 小朋友現在一歲三個月 妳叫蔡依林啊 對 是本名 今天好像很多事情 會震驚到我們 真的 因為我常常在路上 聽到很多人 在叫我的名字 結果一回頭一看 都不是 他們在討論那個歌手酒令 今天來到媽媽咪亞 是有什麼樣的才藝和心願 我會一個魔術 希望今天可以帶給大家 這個魔術表演 這是第一次在舞台上 有媽媽表演魔術 那現在先有請我的任意們 這個任意們很厲害 我只要有這個任意們 我現在要去哪裡 她都能夠瞬間 幫我移動到我想要去的地方 其實我今天來參加 這個節目 我有一個非常大的心願 就是我希望可以近距離地 欣賞到三位老師的風采 所以接下來 我就要利用這個任意們 瞬間移動到老師的身邊囉 老師 你們等我喔 妳也真敢說啊 各位老師 我來了 你好 厲害吧 老師好 我剛才站在那麼遠看老師 覺得看得不太清楚 這麼近距離地看到 哇老師的氣場 真的都好厲害的感覺 我們的氣場還一般了 妳的氣場已經嚇到我們了 沒有沒有這只是小魔術而已 對我而言是小魔術的很重要 對妳來說是魔術 對我來說是妖術了已經 那邊沒一關 那邊人就下來 嚇人啊 我正好有個心願 是真的嗎 我想跟三位老師一起握一下手 不知道可以嗎 我怕 我跟妳一握手 妳就被妳變霉了 妳就被妳變霉了 不會 不會了 妳會從那個門出來 我最最最最喜歡陳蕾老師了 老師我可以跟妳握一下手嗎 哇 我今天不想失手了 好開心喔 那接下來就是我仰摩很久的金星老師 真叫蔡依林啊 我是蔡依林 是哪個林呢 跟那個酒林是一模一樣的名字嗎 沒有 是人字旁的林 人靈靈 那接下來就是 我也很喜歡的蘇俊老師了 妳們老鄉耶 對啊 蘇俊 怎麼 什麼聲音啊 怎麼好像 等一下 妳先握手 等一下 妳不可以握蘇俊老師的手啦 蘇俊老師是我最喜歡的耶 妳為什麼突然跑出來啊 我緊張啊 所以我的魔術就破功了耶 我很緊張 妳已經握了陳淚老師 又握了金星老師 蘇俊老師的手要留給我吧 兩位蔡依林 妳們搞的什麼鬼啊 還有我們的魔術穿幫了啦 幫妳啊 妳們真的都不要再幫了 那我們就這樣吧 讓蘇俊老師上學 跟妳們兩個人都握手 好 這是蘇俊老師夢寐以求的 好棒喔 我們是從小聽蘇俊老師的歌頁 可以有棒嗎 可以蘇俊老師嗎 哇 太幸福了 真的 蘇俊老師啊 說句實話 妳跟他們擁抱 像婦女相認的 妳們兩個是應該 我們兩個其實是雙胞胎 那我是姐姐 我是依依 我是妹妹佩佩 大家好 就是蔡依林和蔡依佩 蔡依林跟蔡佩玲 蔡佩玲 對 這樣我們依依佩配就可以了 剛才在這邊的應該是佩佩 對嗎 對 我問妳的時候 妳說妳的女兒和妳姐姐一樣 她一歲三個月 其實沒有啦 其實我還沒有生小孩 對 小朋友是我的 忽悠我們 我們剛剛那個魔術 其實是個小玩笑啦 對 我們有另外 真正為大家準備的表演 那就開始妳們的表演 好 謝謝大家 這邊 上夜未央 來往的人多忙 我不要太緊張 和別人的模樣 但是妳對我吧 两颗眼睛都要亮 我开始失去热书家 手中藏着一把火 这种意思不好过 把承诺在天里 把微笑当落井 这怎么也放不住 我可以天天远远远远到永远 So we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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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不愿意四四点点谢谢去面对 对你爱爱爱不关 相爱远远远就是这枉难 如果方便的话 你们是哪个年龄区间 我们1981年的 35岁 但是你们刚才我当场活力 我们感觉到好像 你们两个就是25这样 对啊 谢谢老师 我一直在感叹这个生命的太奇妙了 双胞胎姐妹怎么会这么像 她们两个表情声音腿形 那个肌肉结构一模一样 我一直在感叹生命太奇妙了 其实我们感情很好 我们从小到大不论是吃啊睡啊 或者是上学甚至结婚也是一起结的 我们就干脆选在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时间然后就一起办 一起结婚 两对新人 结果没想到 依依的老公牵着我去结婚的 然后我的老公牵着他去结婚的 这一切都是一个不小心的意外 对 就是老公把你们认错了 对 因为结婚当天我们都穿得一模一样 打扮也都一模一样 结果没想到我们要走上舞台 要去交换戒指的时候 依依的老公就这样 忽然抓着我的手就走上去 我想说怎么办 好尴尬 他是故意的 现场有掀起一点小骚动 我想说 搞不好有人认出来了 我想说怎么办呢 好尴尬 然后就留下依依跟我的老公 站在原地 怎么办呢 他们只好手勾手一起走上去 还好我们默契还蛮足够的 我们就互相使个眼色 然后就想说 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就赶快想一个办法 然后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假装说 这是我们设计好的桥段 我们就跟现场的宾客们 就是说跟大家玩个游戏 送个礼物给大家 让大家猜猜看 那现在依依的老公签的 到底是依依还是佩佩呢 然后就跟大家一起玩这个游戏 这样子 结果没想到 大家真的还玩得蛮开心的 然后也就把这个尴尬给化解掉了 那现在在一起生活 应该挺多年 特别幸福的两个家庭 其实就像一个家庭 生活在一起那种感觉 有一点 有一点类似 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从小 什么事情都一起同步 但是唯一没有同步的就是 生小朋友这件事 是有生小朋友的是我 那佩佩还没有生小朋友 但是因为关于佩佩没有生小朋友 这件事情 我也藉由这个节目 想要好好的来谢谢佩佩 殊不知佩佩到现在都还没有生小孩 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 因为我的小朋友其实得来不易 我努力很久都没有办法怀孕 然后我就去做了人工受孕 那人工受孕做成功之后 我把它就是生下来 在第五个月的时候 他就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 这个病 它是儿童最难治疗的疾病的第一名 这个病叫做川崎症 那这个病我当初发现的时候 把小朋友送到医院 医生跟我说了一句话说 只要再晚一天 我有可能就看不到我的小朋友了 要紧急处理了 然后我又想说 这个宝贝是我好不容易拍球来的 所以他生病的那一段期间 我就是无微不至的 一直在他旁边的一直照顾他 那他也很黏我 我只要一离开 他就会哭 所以我就用了我所有的行李 去好好的呵护他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 我身体好像也出了状况 直到有一天 我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就觉得说 我怎么开始头晕了 然后眼前黑黑的 我才想说这样下去 如果我真的病倒了 谁来照顾我的小朋友 然后还好我有双胞胎妹妹 因为我的小朋友到现在 他都还认不出来 到底谁才是他妈妈 所以佩佩就跟我说 没有关系 还好我们是双胞胎 假如你累了你就叫我来 然后换我照顾 假如我累的话 我就call你过来 换你来轮班 所以我的小朋友那时候 就等于是24小时 母爱都没有间断的被照顾 但佩佩一直不知道 我把他曾经跟我讲的一句话 记在心里就是 他曾经看着我的小朋友说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他人生所有的痛苦 都由我来承担 我那时候心里在想说 这是我的儿子 也不是你的儿子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 要去承担另外一个人的人生 我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 然后佩佩还告诉我说 他会一直一直的不愿意怀孕 因为他要一直照顾到 我小朋友痊愈 他才会有怀孕的计划 所以我也要藉由这个机会 好好的谢谢我的双胞胎妹妹佩佩 虽然我们常常吵架 你也反而让我的转滑了 你不用讲这么感人 其实他的小孩快痊愈了 等到你小孩痊愈 我就会去生小孩了 是这样子好 我刚好很感动 对 所以差不多我觉得在追踪一段时间 等到医生说他的小孩状况OK了 我就可以再来准备我的宝宝 我也可以再来上这个节目当妈妈 对 妈呀人蛮佩服的 蛮佩服的 真是祝福你们 希望你的小朋友早日康复 也希望佩佩也早日当妈妈 这样赶紧跟姐姐同步了 好 谢谢老师 是吗 谢谢 今天整个表演从开始到来 给我们很多的惊奇 希望你看到你们姐妹两个更多的精彩的表演 我先通过 谢谢老师 谢谢 刚刚你们讲到说 两个一起照顾小孩这种 真的蛮逆人羡慕的 我跟陈雷虽然情同兄弟 但是有时候我照顾小孩很累的时候 想叫他过来 他长得就是不像我 我儿子就是不认他 实在是太可惜了 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双楼台多好对不对 互相帮忙一下 我觉得今天看到你们在舞台上 然后不管是表演 或说两人的感情一路走来 这个人生很奇特 而且我觉得激励人心 我觉得他们虽然经历过一些困难 但是阳光 然后充满了活力 充满了希望 非常希望你们再度能够到舞台上来 所以当然 通过 谢谢老师 祝福你们 谢谢老师 祝福你们祝福 谢谢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妈妈 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山东青岛 我今年46岁 一说46岁 我这儿想起年轻姑娘的一阵鼓噪 是不是觉得46岁这个年龄 对您来说有这样的保养的身材和娇美的面容 特别骄傲自豪 我觉得年龄根本不是问题 我觉得其实根本没必要去记住你的生理年龄 我的心理年龄其实还是只有二十多岁 怎么保养的 其实我也没有太多的去保养 平常我吃吃喝喝都没有刻意的去注意 然后我是因为鼠猪嘛 比较爱睡 一天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能睡十二个小时也不吃饭 对每人是睡出来的 那应该是反正家里的人都很宠你 才能让你保持得这么好 如果你天天多多家务 我估计也难 对 在家里我几乎是不做家务的 怎么就夫妻这么好 因为我那个嫁了一个好老公啊 老公多大呀 老公大我三个月 老公快上来 这就是我们家的老王 大家好 从打扮来讲都完全不一样哈 没有啊 我接受这个画面的 真大三个月是吧老王 大三个月 大三个月哈 怎么看上去没有带勾呢 有一点点吧 有一点点啊 我们俩出去一般都以为那是我爸 这也太过分了 男人老点怕什么呀 我不经常说嘛 女人像朵花 男人一定是那个花盆和土壤 你对花盆和土壤要求那么高干嘛呀 这个土肥沃就好了 把这花养得多好啊 我相信那个宋震女士 现在这么美 那二十年前 你追她的时候 那肯定你也是一军突起啊 她也帅的呢 二十年前你别看 也帅男人一个 金老师说的非常对 二十年前 我也是帅小哥一个 绝对帅的 他长得挺帅的 那金老师眼光好啊 那金老师只是 只是随便说说 你不要当真 不 我当真了 这个男人二十年 年轻是个帅哥的 而且是宋震追他 你放心好了 不 我追的他 谢谢你告诉我们实话 实话实说 怎么能够追到手的 就是实在小手段吧 请他吃个饭啦 送个花啊 知道这小浪漫的什么的 那是几几年送花 94年 94年 那时候其实送花不是很普遍的 比较超前吧 我说一说 他肯定有他的魅力和手段啊 那得问宋震了 这么多人追求你 咱俩不要避讳了 怎么就挑的现在的这个老王 其实一开始 他也不是我这个想要的 然后真的是对我非常好 因为我当时他追我的时候 我跟他说得非常的清楚啊 我说 哎呀 我说我这个人呢 就是从小也是被爸妈宠惯了 在家里是不做家务的 然后呢 我说我也不会做家务 我不会做饭 我说别到时候结婚以后 你再就是嫌弃我啊 怎么着 他说不怕 有我 这些我都可以做 我会做饭 我会做饭给你吃 还真的 我嫁给他20年 家里面都是他做饭 真的 每天真的是做好了饭 我要在外面 那个还没回家 给我打电话 哎 饭已经做好了 回来吃饭吧 然后我旁边有朋友 他们听到了 哇 你在家不做饭啊 然后我说 哦 我不做饭 他们都觉得非常幸福 属于家务活我全包 然后这才是真正的工具 听起来老公叫上海男人啊 爱做饭啊 山东男人也饭饭 山东也饭饭 对关键是开胃给谁做了 对吧 有这么一个娇妻在家里 当然做了 我们家里那个儿子也做饭 儿子多大了 儿子今年18岁了 儿子 对正在服兵役呢 18岁了 那将来儿子 找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也像老汪一样 你不会做饭 没事 我天天做给你吃啊 这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男人就应该呵护女人 儿子帅吧 肯定帅的 长得像妈妈呀 一米八六 18岁一米八六 当兵的是吧 对 海军 海军 哇 海军军服最帅了 对 白色的 是吧 一般儿子像妈的话 你想他妈妈这么漂亮 儿子还能差点去了吗 他爸爸也不丑啊 他爸也很帅的呀 谢谢金老师 我去那个部队的时候 那个送儿子啊 他那个战友就会讲 哎 把你姐介绍给我呗 你姐多大了 然后他说 哇 你搞没搞错 那是我妈 哎呀 你快别了 你姐都多大了 你还护着不让你姐谈恋爱呀 然后我儿子直接无语了 前两天那个 儿子在朋友圈发了一张 我跟他的那个合照 最可笑的是我老公 然后我不是提前一天过来了吗 他就在家 把那个儿子朋友圈 赶紧一看那个照片 给我妈看说 哎 妈妈妈 你看 哎 王岐军这和哪个女孩 又拍了个照片 我妈一看说 哎呀 你快整好了眼睛 这是你老婆 天哪 他跟我讲 自己老婆美得 老子朋友都不安心了 有点认不出来了 你 你把自己老婆 当儿子女朋友看 这 这是活生生的实力 我历史第一次见到 就什么你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貌美如花 对 绝世舞的心态 再一个就是 女人一定不要放弃追求美的权利 我这个指甲 我妈妈整天就是电视上 前一段时间播 哎呀 致癌呀 怎么着 我就跟我妈讲妈呀 我说我宁可就是 精精彩彩 悠悠牙呀 精致地活到八九十岁 我不能拉里拉遢地 让我活到一百岁 漂亮 这话说得对了 我要喊停一下了 好 讲这个老婆讲得这么的精彩啊 其实真正关键人物是那个默默在旁边听的老公啊 你以为老婆可以这么这么帅心这么美丽地讲在所有的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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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静静地让老婆尽情地发展让老婆从政展现这个幸福 而且有这个大度让这么漂亮的老婆到舞台上让更多人欣赏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你的成就感 谢谢老师 看到宋女士还是那四个字啊大饱眼福对不对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祝福你们啊 谢谢 今天宋正即使你特别励志 女人自我的美丽是老天爷 给的 但是你现在的美丽是双倍的来来自那个男人 所以这是你的运气也是你的福分 但是你站在眼前告诉我们所有女人都有追求自己那个美丽和幸福的可能性 感谢你们夫妻两个带来这么美丽的故事 然后希望下次加三会再到我们舞台上来 再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之家 谢谢宋正女士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王先生 谢谢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妈妈 大家好三位老师好 我叫辩文 来自山东威海 我今年35岁 有一个6岁的宝宝 我是一个发电厂的工人 你的名字再说一遍叫什么电门 辩文 辩文 一个点一个下那个 叫电门倒也和你的工作挺合适的哈 对对对 那辩女士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准备 我要唱一首歌 有你的快乐送给我的便宜老公 咦 什么叫便宜老公 便宜老公一起来听一首昂贵的歌 好吧 大家好 谢谢 这一场歌 在一起越来越久 开始会对你在乎 这感觉我们都明白 只有你在身边 日子就亮起来 说不出有多么快乐 还是不够 就感觉这一切 就好像飘在外太空 别的心愁 只有我们存在 爱情 在这个时候 我的心就像天气 情绪多远又耳又云 说不出有多么快乐 还是不够 就感觉这一切 就好像飘在外太空 别的心愁 只有我们存在 出不出有多么快乐 还是不够 就感觉这一切 就好像飘在外太空 别的心愁 只有我们存在 本来我们可以对你的歌艺多聊一会儿 但是你说了一个词儿 叫便宜老公 这老公怎么就便宜了 这个老公呢 是我花20块钱租回家的 所以比较便宜 老公都可以租的现在啊 啊对对 其实我也是被我妈逼的 然后20块钱是租一天还是租一小时还是租租一辈子呢 当时吧 就想租一顿饭 那个后来就变成 在哪能找到20块钱 一般干这活的不都得过百的吗 对 可能生意不太好 打折了 对对 20块钱就租来了 对 当时我28岁了 然后我妈妈从24岁就催我结婚 后来我都成圣女了那意思 然后说今年你要不把男朋友弄回来 就不能回家过年 那在哪找 在哪个街道找到的 她是我一个同事 一个厂的 哦 一个单位的 然后我在她的QQ空间上看到了一个帖子 然后就是20块钱可以陪吃饭 20块钱可以陪看电影 我一看 是她自己贴了帖子 愿意把自己贱卖了 我也不知道她咋考虑的 反正我觉得挺适合我 我没嫁给 人家开玩笑的 然后我就跟她商量 没想到她是同意了 就被我租回家了 她表现好不好 到家吃饭的时候 她到我家就吃饭 然后我把我妈吓一跳 她真把男朋友弄回来了 然后我这个老公呢 他就没有什么话 我就很生气啊 我花20块钱 还伺候您吃您喝的 您没有什么反应 对呀 你哪怕说10块钱的话也行啊 对吧 对呀 然后我就实际瞪她 就这样瞪 然后她就给我妈加菜什么的 后来没想到 我妈就喜欢这样的 老实忠厚的 花少的 人家吃一顿饭之后呢 就老惦记人家 不惦记我了 后来我妈也是我们电厂的老员工 我们的同事啊 我的领导她们都认识 然后她到处给我们宣传啊 说那个她俩她俩爱了 然后那个我对象也不反驳 然后加倍的对我好 给我送吃送喝啊 上食堂大饭给我吃 然后怕老人怀疑 还说要就是天天送我回家 后来时间长了 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 然后我就从了她了 我现在特好奇 那个20块钱老公 来 20块钱老公 快上来 三位老师好 哎呦 挺有文艺青年的气质嘛 对 老公不错啊 怎么你看着都像25 怎么就20了 对啊 当时怎么想到在QQ空间就是留这个眼 是不是你早就看上人家变文 不好意思 然后就 也不是 我主要 那个帖子也是我转的 看着比较好玩嘛 然后转到空间里之后 我也没想到 会有人因为这事来找我 他也来找我 我心里是不是逗我玩呢 谁大姑娘没事逗你玩 你也不去 对 我想啊 对 这事是好事啊 盗窃闲咱也得干 后来吃顿饭我就当真了 就到家去一次当真了就 对 我想他本来是想说给你钱的 但是我想这钱我也不能要啊 你要是要了就 一个是你去吃饭再拿人钱 这不合适啊 第二个拿了钱真就是算是租的了 对 那拿了钱就成交易了对吧 所以说 哎 这个挺靠谱的啊 老公只折20块 这老婆可绝对不值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非常支持这个老婆 希望你能够机会 继续在我们节目里面继续往前走 好 通过 谢谢 谢谢 在我按这个通过之前 我想问清楚一件事情 后来你把他用20块钱做回去 骗你妈的事跟你妈妈说了吗 没有 今天是揭秘了 揭秘了啊 其实不算 因为他没收那个20块钱 对吧 如果他收了20块钱嘛 就这是什么 但是没收那20块钱 其实就是那个计策把女婿带回家了 对吧 嗯 对 谢谢丁姐 谢谢 花20块钱一段好姻缘 三个通过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组合组合片本人 对 非常好 让我们又请下一位妈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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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只好转转都不懂 我在身体为什么总是有借口 三心而已的你我不想再忍受 Oh baby爱什么稀罕 不要再等待 你若是摇摆 只好说声拜拜 爱什么稀罕 我选择孤单 你若不敢爱 决定不算太坏 就是要从现在 把你赶出我们外 Oh baby爱什么稀罕 不要再等待 你若是摇摆 只好说声拜拜 爱什么稀罕 我选择孤单 你若不敢爱 决定不算太坏 就是要从现在 把你赶出我们外 作下自我介绍 这么摇滚 大家好 我叫肖飞 来自沈西西安 我是一个龙凤胎宝宝的妈妈 这次来呢 我的老公鼓励了我很多 因为我一直以来 从怀孕到生孩子呢 就是放弃了很多 唱歌方面的事情 然后他就一直挺内疚的 就鼓励我 说现在我允许你 再重新拿起你 心爱的这个摇滚音乐来 鼓励我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 那今天是老公 把你带到这个舞台 没错 那所以接下来 你要把老公也带到我们面前 对 我们来看看这个 让你笑得这么幸福的老公 究竟是啥样呢 好 老公 有请 三位老师好 现场的朋友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肖飞的老公 我猜一下 肖飞你年龄多大 我三十 三十 先生呢 我比他小 是吧 我看像姐弟嘛 小多少呢 大概就那么半轮吧 要什么名字 我姓王 我叫王子杨 王 直接把杨去掉 就叫王子 在你老婆心里 你就是王子 他老婆 在家里就是这样叫他 你看他笑的那个样子 丈夫肯定是 特别细致的一个男人 对对对 他特别特别的暖男 什么 我们家基本上 所有照顾宝宝的事 还有照顾我的事 都是他来做的 我老公专门 因为害怕我忘记一些事情 专门做了一个表格 上面有孩子 几点吃奶啊 几点吃维C啊 几点钟 吃饭啊 吃腐食啊 然后今天拉的爸爸 什么颜色的 什么形状的 就列了一个表格 让我每天填 现在我们家已经九个月了 表格落了这么厚 我特别纳闷 是你当时怎么把小弟弟 给弄到手的呢 还是小弟弟追求姐姐 怎么 谁追谁啊 我追的她 肯定的 你什么时候对这个姐姐感冒 觉得 除了唱歌唱好以外呢 其实吧 我觉得我是被她骗了 因为在结婚之前 她就是会很照顾我呀 给我整理房间呀 就是不管是生活细节方面 还是这个心理方面都很照顾我 然后我 我就觉得挺感动挺温暖的 因为我一个人在西安就是 就一个人挺辛苦的嘛 等到后来结婚了之后 我才发现 其实她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条啊 就是特别马虎的一个人 来说说你对你老婆的不满 挺多的 那我就 还挺多的 我就 给你个坑儿你就往上跳啊 这是我的主场好吗 就是昨天彩排 然后就是从酒店出发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过 我说你要把什么什么东西要带着 我就跟她说了好几遍 她都说你烦不烦啊 后来到了这个就是彩排的现场 一翻包 结果就是还是忘了拿 其实她已经盯住过我好 从前一天晚上开始 一直到早上出发 一直在说一直在说 其实我都没有听进去 她一直说你要拿这个拿那个 对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吧 我觉得女人还是要把握经济大权 为什么最后我们俩走到一块呢 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去帮她收拾房间的时候 发现她有一个就是秘密藏钱的地方 你知道吗 藏在哪儿对其他的妈妈也有指导意义的 藏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 一双很破的运动鞋的里面 外面还塞着袜子 但是我当时 你感觉姐姐多厉害 连这样子都找得到 因为我当时经常去帮她打扫卫生嘛 就是收拾房间 所以就发现了 发现了以后我就问她 我说为什么你会放在这儿 她就说 我的那个钱包丢了 身份证和银行卡都不见了 所以我最近赚的钱就放在这儿 我觉得比较安全 然后我当时就灵机一动 我就说 那我有卡呀 你可以放在我这儿 你应该相信我 你就把你的钱放在我这儿 我帮你保管嘛 然后 一直到现在 她每次赚的钱都在我这儿 所以她想跑都跑不了了 难怪老婆笑得这么乐 你看看 从那时候都一直掌控到现在 然后刚才老公 想到老公才说的 我老婆比较大条 这个老公有多傻呀 你那个快乐是发自内心的 除了性格之外 确实你生活得非常的幸福 我们能看 一直在观察你 同你聊天也是很好 而且摇滚鱼又是你自己 特别有特点的 这么一个发挥的特长 很好 今天唱的也很好 而且那种幸福的满满扑面而来 祝你们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好吧 谢谢老师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老师 你不要急着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妈妈 三位老师好 大家好 这位妈妈好 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董晶晶 今年34岁来自河南郑州 今天为什么来到我们的 妈咪爱的舞台 是我的孩子们给我报的名 今天他们也来到现场 给我办舞 我的孩子们听上去特别幸福 开始你的表演 好 好 啊 有时很狂烈又是很可爱 这个节拍 令我醒过来 端端的旋转越来越快 我不想太怪 可你为什么还不来 跟上我的舞台 哦 别站在角落里发呆 哦 下一秒更精彩 和我一起摇摆 和我一起摇摆 把烦恼和不安 全部都摔开摔开 和我一起摇摆 和我一起摇摆 什么都不用 是想着感觉最痛快 虽然我不是音乐专业的 也不是舞蹈专业的 但是我敢抢在两位老师之前 我下一个定语 这是在妈妈咪尔舞台上 我见过的 最完美的一个歌舞节目 谢谢老师 太专业了 谢谢 但是还是有疑问的 因为您是34岁嘛 然后你说孩子们 这肯定不是你自己轻生的孩子 我是郑州师范学院的一名舞蹈老师 他们是我的学生 他们是专业在郑州大学学习舞蹈 他们有学舞蹈专业的 有学计算机专业的 不同专业的孩子 大家好 我叫江月 来自郑州师范学院 今年21岁 大家好 我叫牛超群 来自郑州师范学院 今年22岁 大家好 我叫刘川梅 来自郑州师范学院 今年20岁 大家好 我叫李浩宇 来自郑州师范学院 今年22岁 明明是学生 为什么您会用孩子来称呼他们 他们平时会称呼我为辣妈 因为可能平时 我对他们训练的时候很严格 而且会一遍一遍地去啰嗦他们 他们感觉我很像妈妈 所以就给我这样一个称呼 我也会亲切地称他们为孩子们 怎么会成为他们的老师 然后又跟他们的辣妈 我们从08年开始招收 这样的残疾人大学生 那有了这样一个专业以后 学校的工作安排 就把我派到了这里 教授他们舞蹈 最开始和他们交流的时候 我也不会手语 就很着急 就总觉得上课的时候 会跟他们有距离 所以我就安自下决心 要把手语学好 然后跟他们能够更好的沟通 更好的交流 这样对我们上课呀 也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些是你的学生 也是你的孩子 对 但你自己有自己的孩子吗 有 有 是吗 对对 孩子多大了 五岁了 真的 嗯 那你平时可能为这些大孩子吗 可能放弃了很多自己的 小孩子的照顾是吧 是 因为大多数的时间都跟他们在一起 晚上的训练呀 还有周末呀 就都会跟他们待在一起 可能对自己的孩子就比较疏于照顾吧 但是他现在慢慢大了 我会带他一起去跟哥哥姐姐排练 他们玩得非常好 非常好 对 虽然可能语言上有一些障碍啊 但是他们之间可能动作肢体语言交流 他就会经常跟我到排练的场地去跟他们一起排练 刚才看跳舞的时候我特别感感受到 因为这些眼前全是俊男美女 跳舞跳得也很热情 而且这份热情 其实他们超过了很多专业舞蹈团的正常的舞者们 他们对那份舞蹈对他们什么都可能更重要 从他们的眼神都能看得出来 那他们毕业了以后呢 就各自寻找工作 对各自寻找一些工作 有一些进一些这种残疾人的艺术团 有一些可能要到特殊教育学校里面去当老师 对对对 他原来的梦想是想做一名面包师 但是遇到我以后 就改变了这个梦想 就想做一名舞蹈老师 他说他的梦想是做一名拉丁舞演员 他想做一名平面模特 我通常希望舞蹈 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不法接受专业的舞蹈 自从遇到妈妈以后 她不自得付出一边一边的教导 让我能更好的练习舞蹈 今天我借着妈妈并娘到舞台 我们的艺术团的同学们 让妈妈一份美衣服 美衣服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幸福吧 今天 太幸福了 非要把我弄哭 行了 我说好不哭的 没有 这就是 付出所得到的 是的 是的 这个可能是比教他们跳舞 更重要 因为在他们人生当中 他们很运气 遇到了你 我也很开心可以遇到他们 他们在生命当中 可能经历了不同的一种阶段 或痛苦也好 但是他们很幸运的是 有这么一个好老师 有的时候能碰到一个好老师 我觉得是人生一大幸事 特别重要 特别重要 我也替他们感到高兴 谢谢晶晶 谢谢 谢谢晶晶老师 谢谢 最可爱的是最后那个 那个是你亲儿子 对对对 那今天 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有没有把儿子待在身边 有 他一直吵着 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去 那来了 儿子不让上台 好像有点说不过去 对 大家好 我叫米洛 今年我五岁了 你喜欢表演跳舞 还是唱歌呢 跳舞 如果现在给你一个什么音乐 你能跳吗 还是说要再学一学再跳呀 跳大王叫我来生山 开始你的表演 太阳对我眨眼睛 鸟儿唱歌给我听 我是一个 努力干 还不便宜的小妖精 别问我从哪里来 也别问我到哪里去 我要摘下最美的花 先给我的小公鸟 哎呦 差点忘了 大王叫我来新山 我把人间转一转 打起我的鼓 敲起我的落 生活中满节奏感 大王叫我来新山 抓个和尚做晚餐 这人间的水 无比的天 不信鸳鸯不信鲜 有天分啊 米勒有天分啊 很有天分呢 米勒就一个问题了 叔叔 谁是你的小工具啊 我妈妈 也太会说话了你 米勒你高兴啥呢 胜利在里 我还没说通过 还是没通过呢 我想通过 那恭喜米勒 你得到了 你的妈妈 得到了第一个通过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陈雷一开头就有说 她既不是唱歌专业 也不是舞蹈专业 但是她把这两个的专业 该讲的话全部讲光了 那我们不知道到现在 我们到底还想做的 胜利 你的阴谋得逞了 但是你说的句句实言 而且真的都说到位 完美的表演 非常的期待 恭喜你们 谢谢老师 谢谢 希望在这个舞台 再次看到你和你的学生 还有米勒一起表演 然后 今年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到学校 给同学们排一个舞蹈 谢谢 谢谢金老师 谢谢 很感谢妈妈面舞台 让我认识了金金 也认识这么多的 漂亮的舞者 完以后 祝一切 所以希望很快见到你们 谢谢金老师 谢谢 感动谢谢 恭喜金金老师 恭喜各位 也恭喜米勒 我没有想到金金老师 会主动的答应来给 孩子们进行排练这个舞蹈 特别的开心 加油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妈妈 妈妈 妈妈 三位老师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刘翠景 我来自山西吕良 我今年32岁 我有两个宝宝 一个八岁儿子 一个三岁姑娘 那今天来到妈妈面舞台 带来什么样的才艺表演呢 给大家演唱一首歌曲 《亲爱的小孩》 她也是你的表演 小小的小孩 今天有没有哭 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 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 漂亮的小孩 漂亮的小孩 今天有美丽又哭 是否梦葬了美丽的衣服 却找不到别人倾诉 我亲爱的小孩 在风中寻找 清晨到日暮 我亲爱的小孩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起了蜡烛 在黑暗中独自满步 我亲爱的小孩 快快快擦干你的泪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我亲爱的小孩 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 是否让风吹起了蜡烛 在黑暗中独自满步 我亲爱的小孩 快快擦干你的泪珠 我愿意陪伴你 走上回家的路 你跟孩子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我觉得您唱歌 如果控制得不好的话 您都快累奔了 是的 孩子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很难见到孩子 因为我离婚了 孩子跟着前夫 两个孩子都跟他了吗 不是 现在我又结婚了 然后女儿是三岁 再婚以后生的是吧 就是第一个婚姻 你都有儿子 对 以前我三岁离开了儿子 走了之后 只要我有时间 我就去看孩子 一个月啊 一般是一个月去一次 他父母都不想让我见孩子 我也不想难为他们 我就去学校看 现在今年嘛 他成家了 然后 就是 也不想让我多见孩子 孩子想见你吗 想啊 很想 我孩子很懂事 那你今天来这个舞台 是想让孩子 见到你 通过电视 看到妈妈现在还 过得还行 不错 还是说 有话要对孩子说 上次见孩子的时候 跟孩子聊的 孩子说 他喜欢双结棍 然后我就在想嘛 儿子如果喜欢的话 我就 试着练一下嘛 然后我就回家 查到电脑里 然后对着视频 一直练 练了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 孩子还没有看到过 你表演的 没有 这个节目 没有 我这是刚学的 在电脑上 我为了 我儿子练的 那有可能 通过电视上看 就是虽然没有现场 这样的直接啊 但是有可能画面 能够拍得更美一点 你现在可以 可以 我给儿子展示一下吧 谢谢老师 一个月亮到这样 我都看傻了 是我老公是个跟踪框 这个人 他已经混不散 好几个甩根都不甘住于我了 这母爱的力量太神奇了 一个月亮到这样 我都看傻了 我天天都在练 然后双结棍失手了 就把头打破了 分了三针 再辛苦再累 我也要练 因为我很爱我的儿子 不想失去儿子 不顾一切地要给他练 母爱的力量 什么事情都能 为了孩子 什么都可以做 对 那通过这镜头 想要对孩子说什么 我希望我儿子长大以后 不管他是 上学呀 找工作 还有结婚呀 生子呀 反正只要需要妈妈 我就不管我在哪里 第一时间 我都会陪在我儿子的身边 刘翠锦 在这个舞台上 其实还没有妈妈 能够表演过 这么刚蒙有力的节目 一个月 为了孩子 可以排成这样 所以说我真的期待 你下一次 带着双结棍 做出更加精彩的表演 真的很好 谢谢陈乐老师 你刚才的表演告诉我了 妈妈会为自己的孩子 做任何事情的 我相信儿子 包括也好 你以前的前夫和他婆婆 都会看到的 希望他们看到这一点 把儿子能让 经常跟妈妈见面 这样儿子才能健康地成长 因为他只知道 自己的亲生父母 在什么地方 也希望你继续保持这个动力 无论做什么事情 对被儿子做一切的动力 会把你生活支撑得很饱满的 祝你一切顺利 谢谢陈信老师 恭喜啊 陈信老师 谢谢 你成功了 谢谢 谢谢 是我老公是个跟总黄 背影美爱家 为妈妈的爱家分 您终于收看的是 由背影美独家帮名播出的 背影美妈妈咪亚 大型女性励志节目 妈妈咪亚 由给你的肠胃做做操 为动力千亿乳酸菌产品 特约播出 手机买门票 订酒店就找驴妈妈 本栏目由自助 由领军品牌驴妈妈特别支持 门票酒店就找驴妈妈 老凤翔柔力玫瑰金手镯 带给女人柔性柔力之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